今年最美最美的信用卡排名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之前在我们的尾牙的时候 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信用卡牌 那因为就是我们尾牙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这个排行码部分 都是移到我们的直播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现在在我们公布最后第一名之前 大家都有机会赶快留言 到底第一名是哪一张信用卡呢 好这个是非常的有趣 大家就是可以去猜一下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就是最后最后才知道这样子 那现在有五个名次 大家想要先看哪一个名次 一二三四五名第一名最后发 那有人想要先看哪一个名次的可不可以先讲 好我们先来公布第三名 第三名到底是哪一张卡片呢 有点紧张我们没有那个背景音乐 对好 那个Kevin Sun有人说有FoneSport卡 刚刚超级留言显示海外交易的照封简讯 真的好来 第三名是玉山派简报信用卡 你猜对了吗 好如果你是猜玉山拍钱包信用卡不好意思 就是已经失去这个资格了 这个非常的有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次排名的基本资料 这次问卷收集收集到416组 那扣除掉25组无效的续 那个问卷填达次数之后呢 有391份有效的问卷 那他的信息水准达到93%其实也蛮高 有接近400个有效问卷选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玉山银行拍钱包信用卡 那一共有他得票率多少 他有来到7.42% 一共有29个人选择玉山拍钱包信用卡好看 对那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已经有办这张卡片了吗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哦 就是这一次他不是有个这个加码纠团的这个活动吗 那我有去问过这个这个玉山的金牌说 哎那其实像我这样只有是不是全台湾第一大团 他说我是全台湾的前三大团 但我不是最厉害的 你说我大概是第三名啊 好所以也是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是最厉害的 就是还是有更厉害哦 对所以说像那个什么最大奖啊 最大奖不是iPhoneXX吗 那就被别人抽走就不是我们这一团就非常可惜 如果是的话我就在尾牙送出去给大家 那到时候是怎样 我想应该是胡一诚拿到吧 结果他这次只有3000块的那个新冠三月理券啊 就是比较可惜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观众票选的意见怎么样好不好 看一下哦 拍钱包信用卡 有人说这个是淡蓝色水汪汪 非常纯真非常的漂亮 对所以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说 哎这个淡蓝色其实是还蛮美的这样子 干净又有设计感 好大家都觉得这个拍钱包信用的干净又有设计感 然后有人说黑色很有质感很好看 所以我们有人是扮黑色的吗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还是扮这个蓝色比较多吧 有人有扮黑色的吗 然后再还有人讲到说 哎黑色卡面的造型简约度辨识度很高 很不错 然后大部分都写回馈高 好所以我们不是选那个 好漂亮的卡面吗 怎么大家都选都写说这个卡面的回馈高 所以他的他的卡面就很漂亮 就是好奇怪 简单直白简单明了 简洁而且是喜欢的蓝色 所以有人是喜欢蓝色吗 对不错 好像也有一些卡片也是蓝色的 这个Richard绿狗卡也是蓝色的 对他们的一个是比较绿的蓝 一个是比较浅的蓝 都是蛮好看的 对我是扮白色因为没有绑电子票证 对其实如果你没有绑电子票证的部分 如果你有其他不同颜色可以选的黑色 然后白色然后有什么粉红色之类的 对那就是你一个人最多可以办两张 一张就是这张蓝色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三选一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 其实只要一张就够了 你不用那么多张 因为他的回馈也不会比较多啊 那再来还能讲到什么 简洁的卡面 还有双面一致的颜色套出来有激情的效果 所以你们很常把它拿来做实体刷卡吗 他的正面跟背面其实都是一致的 都是那种浅蓝色哦其实是蛮好看的 那再来 喜欢他简单又带一点有流线感的设计 而且是我的第一张信用卡 所以如果你的第一张信用卡是玉山拍钱包信用卡 真的是不错哦 就是你们的留言我都把你们念出来了 哈哈哈 好 ok ok 好 好现在我们第三名已经看完了 接下来大家要看第几名 第二名第四名还是第五名 对 谢长印先生说他是半黑色的不错 凌晨 凌晨 凌晨节蓝色昨天收到 如果你是跟我这一团的记得 赶快去刷一个888 然后等到500匹入账赶快给我领咖啡 对 好有人说要看五 有人说要看二 要看第五名吗 好啦 既然已经有两三个人说要看第五名 那我们就先看第五名好了 好第五名我就要把它拉高一点 来有点紧张了 3 2 1 看到了吗 这是王道银行的白蓝毛款 其实今天在这个我们粉丝业的留言里面 也有人讲到说这个就是白蓝毛款 他觉得是第一名 对 那为什么他是第五名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他的得票率 其实第五名跟第四名的得票率是一样的哦 他们的得票率都是19票 就是说这391个人里面呢 一共有19个人去偷说 王道银行的白蓝毛款是非常好看的 他的得票率是4.86% 其实也蛮高的哦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大家 为什么会选择这张选择白蓝毛款 对因为我这个有点矮 所以我不需要手拿的 好啦 爱白蓝猫 白蓝猫就是可爱 白蓝猫可爱 白蓝猫迷 纯粹超爱白蓝猫 感觉又会回馈很多实用 这句话我有看错吗 他的优惠其实在精灵度已经缩水了 而且你没有存钱 没有存3万到5万 在王道银行 他其实回馈率都不高 所以请大家就是 要去看仔细条款 然后再来使用 因为他去年是 他去年的回馈是国内 1.5 是不是海外2.3 其实都算很高 但是今年因为他们的钱已经烧完了 所以说就只剩下就是所谓的 回馈率就变得比较差 所以如果您要使用卡片的话 我个人觉得反而是Flycode卡比较简单 它就是1.2跟国外2.8 是比较好的 对 ANA小姐她捐了30块钱给宝可梦 谢谢您 这个ANA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最大奖 iPhone XR的这个得主 就是非常厉害 这个陈小姐太强了 对就是运气非常的好 对那也非常谢谢你赞助宝可梦30块钱 非常开心这样子对 这个男生也可以 我看一下 大家写说白蓝猫 对啊我看一下 第一名是王道银行的浪浪认同卡吗 这个 这个蔡朝安写这个东西非常的 对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就知道 对本来有说到玉山邀请办卡 但是学生已经有三张就不能再办了 所以李宣豪先生 非常建议你就是赶快工作 出社会工作之后就可以办很多信用卡了 对我们这边有很多前辈都跟你们跟你一样 就是我们都从学生开始我第一张学生卡 中信金卡也是2万块钱这样子 对所以说就是慢慢慢慢的 慢慢就可以办很多信用卡很好玩 好来 所以说呢 我们有没有人是 就是有办这个所谓白蓝猫这张卡片 就是真的是蛮可爱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图文作家真的很厉害 他现在就是可以在外面办展 然后还有就是说出一些周边商品 甚至我在家人股头 还有看到就是白蓝猫饼干你知道吗 他那卖的真的还七八十块都还蛮贵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真的是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之后 是可以开工作室 然后就是出联名卡什么的 这就还蛮厉害的 我就是很羡慕这样的人 希望自己以后也可以这样子 对我觉得王道银行去找他们 还有找那个波卡 波卡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猫 很可爱就是这次有两张这样子 两张跟猫就是联名的这个卡片都很棒 但是王道的话他他我觉得他比较不友善的一点 就是说你如果要换卡面的话 他要跟你收150块钱 而且早期他有所谓的就是减免方案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说你要换卡面 优惠都要你要换卡面就是很花钱 我就不想换这样子 这是比较可惜的 对就是波卡波 那叫什么 卡波不是波卡是卡波 好难念哦 但是他真的很可爱 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猫咪的话 你会觉得真的是美大这样子 大家有注意到我后面这边吗 这边有王道的这个枕头 在这里王道的枕头 这是去年送的 然后还有这个王道的 他们这个圆形的枕头 然后这边还有Banky 有没有看到吗 绿色的Banky 我如果要摆在我家里面 好了 现在应该只剩下第二名或第四名 可以看了 大家有没有想要看哪一个 哇好多人写4哦 好太好了 佛玉成也写4 班长你怎么还没有捐钱给我啊 真是的 开玩笑 好了第四名是兆风狗狗的名字 我这都蛮撕烂的我的天啊 兆风狗狗狗的名字卡 这个怎么都没有人投他是第一名啊 其实他真的还蛮好看的 我这边刚好有卡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他其实就是 如果你有光的话 你在看他就是会有所谓的那种彩虹的光泽 然后有法斯文 他其实算是 小数信用卡里面 就是去年2018年里面算是好看哦 所以说如果你有半这张卡片的话 其实你倒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看 其实放在你的批价也是蛮详心悦目的 我看到吗 有 没看 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讲的一些意见 这个一样 他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所谓的 白蓝毛款是一样 他就是有19个人投他 19个人觉得他是最好看的 那他的得票率也是4.86% 算是蛮高的 对 好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写说不复杂 低调好看 低调好看 低调黑好看 低调的质感加上淡淡的金属光泽透出 信用卡还是要轻奢风好看 这个轻奢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轻奢风 大家有看到吗 就是 大家有看到吧 很轻松的轻 奢是奢华的奢 这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形容词 是怎么一回事 这大家是很厉害 这就是圆圆的是蛮可爱的啦 对啦 799回馈还没有拿到 这个陈宇凯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赵峰银行 他其实他的回馈 其实都是一个月一个月去算 好 所以他可能不见得你这个月达成目标 那下个月马上就回馈给你 你可能要等个一到两个月部分 他才会回馈到你的户头 如果你还真的没有拿到的话 请你就是再打电话去客服问 我记得这张卡片 我应该是去年8月 9月的时候办拿到的 那我那时候 拿到的时候我就直接刷1比6 7千宝 然后符合规则 他其实再次一个月 他就把那个 折离账单的金额就放到账上 所以其实不错 那之前也有 我现在有一个纠团活动 纠团活动到3月底 如果您是还没有这张卡片 你可以跟我这一团 那我这边就是提供 就是一杯咖啡 或者是抽奖机会 每三个人就抽一个人 送500块钱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 就是一共有11个人跟团 所以我已经抽出 就是有4个人要送500块钱了 那我会在这几天 赶快把它处理完这样子 所以如果您想要就是好康的部分 这张卡片还是可以考虑跟我这一团 还是有这个好康的样子 然后再来 银色的底 蛮有质感的 然后放在黑色的皮夹里面 感觉是蛮搭的 所以大家的皮夹都是黑色的吗 就是都跟我一样是黑色的吗 对真的 好 第二名看到了 哪里哦 哎呦 刚刚露出来了 可恶 第二名刚刚露出来了 我刚刚我当时舔的 原来才第二名 感谢保安姐说 哎呀早知道我要小心一点 就是哎怎么这样就跑出来了 可恶 所以我刚刚讲到的是说 我刚刚念的是念错了 我刚刚念的是 可可很黑卡 对这是我们第二名 那还好第一名还没有揭露 这样子 我刚刚讲错了 这其实是 我要念的是第四名的 第四名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是 这个所谓的 就是黑色的卡面有质感的 就是类似那个所谓的 顶级卡的这种风格 对他其实也不是亮面 他是有点雾面 所以他写说 黑色的金属卡再加上 那个logo非常的极简美 卡面简单 就感觉出设计的用心度跟质感 那也有人写说 这张卡有金属法斯文的质感 听说制作成本应是其他卡面高 那那个时候我们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认识 就是赵峰的金办 那这个我们都是看新闻讲的 他就是讲说 他这个卡片的制卡成本好像多少钱 是70几块钱吧 因为刚刚卡片的成本大概就是 20-30块钱还是40-50块钱 但是他这张卡片的质感应该做的比较好 所以说他就比较贵这样子 对 所以说呢 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这张卡片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公布就是第二名 第二名刚才 哎 胡锡城捐了多少钱 88块 太好了 脸颊都 我都瘦了 山珠小眼 其实我跟你讲 我很常吃饼干 其实我都是胖在肚子 不是胖在脸蛋 这样子 谢谢班长 胡锡城捐88块钱 他的留言是绿色的 非常的特别 恭喜你喜货一杯咖啡 谢谢你 对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 刚刚不小心 对 请大家多包涵 我是第一次直播来 就是这个所谓的观众票选 所以就有点爽忙脚乱的 对 没有人猜对啊 其实应该有蛮多人 都是选这个的吧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台信一行绿狗卡 有没有人答对 谁是第一个答对的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罗佩颖的 是不是 大家拉到最上面去看第一名就是他 就这张卡片 真的很厉害 我其实很好奇说 为什么大家会选这张卡片 因为他其实不是信用卡 那我今年度的话 因为王道银行有很多很好看卡片 有就是一直发行 所以我才想说 那也把千账金融卡放进来了 结果千账金融卡一进来 你看一张两张三张有三张都是千账金融卡 反而我们信用卡的部分就是 整个就变差了 对啊 我看一下哦 小梅华说第一名 对 小梅华说第一名 小梅华说第一名 对 美国卡 欢呼出乎意料陈如雅 对 那个Naomi说白狗还是可爱 还真的是这张卡片 蔡崇安 对Naomi 王道的柴犬很可爱 没有错 他们当初也有就是请我来 就是做介绍这样子 我那时候有拍影片 也是蛮有趣的 好 所以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卡片 他的那个得票率基本之要 他的得票数一共有34票 一共有34个人选 这个Richard绿狗卡 这个真的很厉害哦 大家都喜欢他 对 非常的可爱 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他的得票率是8.7% 每100个人 里面就有8个人选他 所以这个真的是得票率很高 而且他跟第三名就是 我看一下 第三名是33票 第二名是33票 第一名是34票 所以有33个人喜欢很黑卡 是最漂亮的 这也是我们就是 银行期中卡的时候的第一名的卡片 然后现在这个银行期中卡 然后过后没多久一个月 我们的绿口卡推出来之后 他就把这个干掉了 这个台信行真的很厉害 这个绿口卡真的是还不错 大家都很喜欢 对 也恭喜他就是实至名归 就是拿到第一名 我们来看看大家就是对他的意见 看一下 台信行 Richard绿色签上金融卡 好看 好看又好用 很可爱 很漂亮的绿色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绿色是很漂亮的吗 跟这个 PC Home的这张卡片比起来 他的绿色是比较 比较深一点 又是叫Tiffany Tiffany Tiffany的绿色也不错 流矿好30块钱 这个月又要吃土了 问一下这个赞助是海外交易吗 会收手续费吗 我刷的是中华世界卡 苏冠好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是海外交易 所以他会收1.5%的手续费 所以如果你要节省手续费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用那个Flygo卡 Flygo卡 他就是2.8%的回馈 然后再加上就是 他是回馈现金给你这样子 对 那个JA JA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也是我们幼儿班的成员 Flygo卡 其实如果你要换黑狗 你要换绿口卡的话很简单 你就是上官网 然后就是进行就是所谓的兑换就可以 因为当初他有推出这个功能 就是可以让你免费兑换 所以我也是第一时间就做兑换 而且写文章跟大家分享 不错 这张卡片的优惠之前也有分享过 就是如果你是新户 就是台新的全新户完全都没有信用卡 这张卡片今年还是一样可以拿50块钱 然后好像是可以连续拿10个月吧 是不是 然后每一次就是自动价值500就回馈50 就是10%很回馈 真的就是不错 所以大家就是台新新户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赶快把它办下来使用 这个刘佩玄 刘佩玄 对你的Flygo卡 我记得你应该是第一个讲的嘛 恭喜你拿到这个100块钱了 他这很厉害 他直播进来三分钟以内 他就直接讲说是资产考验 他这很厉害 好了 大家都有机会好不好 好我们一共还有9个排行榜还没有公布 每一次的排行榜都会送一百块出去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 赶快回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活动 活动票选里面 我们宝可梦问了哪些问题 然后到底第一名会是哪一个银行 或者第二名是哪个银行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是蛮有趣味的 对就是非常谢谢大家 这样子 再来讲说俏皮疗愈 可爱简单素色风 设计很有质感 其实台新银行的 他他其实我目前就是他最强的那个 所谓的数位银行产品 就是这个Richard 那他其实整套都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加上Flygo卡 他整个就是非常的厉害 对这也难怪说 就是大家都这么喜欢 尤其他们的APP 就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单元 是跟大家分享说 大家心目中2018年最棒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数位银行 是哪一家银行推出来的 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 你如果有那一题的话 请你大家一定要来参加 那你第一个讲出那个答案的 你基本上就拿100块了 这个就要抢块了 这个就不是说你用踩的 这要抢的 喜欢湖水绿架线上可爱的Richard Go Go 因为喜欢绿色 所以看到绿口就半了 所以真的有人是觉得这个绿口 就是真的是好看 然后就这个颜色喜欢就半了 应该是有这样子 他这个陈宇凯说APP真的不错 他其实也是目前所有的数位银行 里面做的最好的银行 所以也是实至名归 那大家写说他的现金回馈不错 然后有Richard特色颜色抢眼 然后APP设计人性化 Color Cute Go Go 这个卡封面一直都很讨喜又很可爱 连身盘不喜欢绿色系的朋友都接受了 所以这个不错 Richard姐我也可爱 超爱黑狗巨巨会发亮 打开钱包看了心情很好 所以基本上这张卡片 也是我的常注钱包的卡片 书冠好 每次办台新信用卡都被打枪 其他银行都没有问题 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台新信用卡办不过的话 有可能原因是因为 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你不是他喜欢的所谓的职业别 因为他有一些比较特定的类别的职业 他是不会让你过的 一定不会过的 比如说像保全之类的 好这个是私底下 我去询问信用卡业务 台新信用卡业务 他之前跟我分享的 对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些职业 是比较高风险的 可能会容易就是失业或是没有收入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或是歧视 而是他们银行自己内部的审核机制里面 就会有这种所谓的隐形的条款 那他们绝对不会把这种真正的原因 跟就是社会大众讲 这是他们自己内部平凡的标准 所以你去问也问不出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你信用卡办不下 我建议你可以多存一点钱 比如说存到50万或100万 那你接下来就有机会 可以用订存单的方式去做申请信用卡 这样应该会过 对 陈如亚说 从台新给的额都可以知道 这间银行相对保守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台新银行的额度一开始只有5万 我那时候是深恒昌的白金卡 第一张卡片 就是台新的第一张 然后我大概过了一年之后 才要求他帮我往上调升额度 然后才调到10万 然后又过了一年两年之后 然后才调到20 然后直到我最后最后就是 我办了深恒昌无限卡 就是两年前很夯的那张 就是这个停车审卡 2017年的停车审卡 之后 他才帮我的额度 翻一倍 跑到50万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谓的新银行 所谓的新银行意思就是说 这个开放就是明明银行 大家来就是 就是这些财团可以办 办开就是设立银行之后 新一波才起来的银行 像台新银行就是比较新 比较年轻的银行 然后叫新银行 新银行它基本上是比较现实的 因为它基本上 它就是要获利 它要赚钱的 所以它的那个风险评估 基本上会相对比较保守 因为如果你没有钱给它 或者是它看不到你自己 它看不到你的财力证明 它不会给你比较高的额度 像我一开始我的年收入两三万 年收入大概是三十几到四十万的时候 它给我的额度就是十分之一 就是五万 就其实是蛮保守的 所以如果您去办信用卡 您的年收入大概是在这个 四十到五十万区间的话 您的第一张卡片的额度 大概就会是五万左右 不会太高 再来陈宇凯 这个月Richard新务推荐总 500变300 好 既然有人讲到Richard推荐 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Richard推荐 我现在还有所谓的MGM活动 要帮大家揪团 这个非常的简单 就是上一季有跟我这一团 然后又有来填单的部分有18个人 我会优先把这18个人的 这个揪团的部分 帮他们揪满了 好 揪满了之后呢 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再加满 拿到500元 那刚刚这个陈宇凯他讲的这个 新务推荐你从500变300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可以从他的这个条文里面 你可以发现他财新的策略是这样赶翘 他是说我的外币开户比较差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新护理挪一些过去那边 但是呢 他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开户 所以你最多最多还是可以拿到500 但是你要怎么拿呢 你就是从别人的推广连结 所以开户办卡之后呢 你可以先拿到300 那接下来呢 他要求你去开外币户 就是同样是APP里面 就可以开了 开完外币户之后呢 你只要一笔外币 比如说你去买个日元 或者是买个美金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拿到200 他是两个月后再回馈给你 所以你一样最高可以拿到500 他不是说他不给你 他只是说 他把他的权益优惠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那你必须要达成两个任务 你才可以拿到 那如果你是纠团者的话没有差 你只有一个人就100 最多就拿500 所以请大家就是 如果你还是Richard新户 可以考虑从宝可梦这边来 我来举办这个纠团活动 那我现在帮你做媒合 那下一季就换我帮你推广 那假如说这18个人都已经推广完毕的话 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可能会在2月份 就是设立新的这个宝可梦帮记指数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们就是有机会也可以参加我这一团 然后我就是 依据大家的评分 然后来帮你们做优先顺序的推广 每个人都有机会 只要大家多多参加我的活动 取得高分就可以了 如果陈云可 如果您是这一季进行Richard开户的话 那您是可以拿300加200 就最高500 但如果您是之前的部分的话 应该就是符合之前的玩法 就不符合这一次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这次的就是观众票选 就是已经出来 然后我们今天已经就是 喇赛喇太久 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 对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很开心 这不可以拿起来 用后面都没有整理 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应该也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信用卡 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看的卡面 对啊都给大家看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应该都是收获满满 今天我们的那个也有送出去 我们自己的那个100块的这个送给那个刘佩玄小姐 她是第一个来到 然后今天有做所谓的就是这个帮忙 有赞助宝可梦的朋友呢 不管钱多少 你们都可以拿到一杯咖啡好不好 就是大家互游往来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农历春节前的直播最后一档 就是我们下礼拜四 然后接下来的话过年我会休息一天 那请大家就是好好的期待 谢谢大家 我们就是下礼拜见晚安拜拜